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您好 我是英伟 欢迎来到大象工会 今天我们就来细说当大哥的成本 中原王朝维持朝贡的开销 历史上中国往往在东亚地区占据优势地位 通过朝贡体系 不断确认天朝上国的地位 为此 中原王朝承担着巨大的开销 效果却十分的有限 甚至有小国将朝贡当作牟利的来源 出乎意料的是 朝贡体系在汉唐两朝并不兴盛 却在国力偏弱的明代达到了巅峰 公元1448年 四川杂古安府司的几位入贡僧人 做了一件令明王朝十分头痛的事情 拒绝赏赐 其因并不复杂 年初 翻僧入京 禁贡刀剑铁甲若干 照惯例等待朝廷后赏 完成一次稀疏平常的暴力买卖 但这次礼部突然发难 以其贡物博而赐予后 上走稍减回赐 站在明王朝角度 这个决定很容易理解 来者不过是折边的翻僧 又不是好歹 只带了如此少的贡品 减少回赐 非常正常 但已经习惯了旧例的翻僧非常不满 又做出惊人之举 不肯败赐 这惹恼了明英宗朱祁镇 愤怒之中 朱祁镇失去了风度 罢去给翻僧的赏赐及下诚 将他们软禁于会同馆 不久 又投入锦衣未遇 对于双方来说 这个结果都非常的丢脸 明英宗很快收回了命令 将他们放出 发放简量版的赏赐 另起返程 翻僧南戈藏等人 其实没理由抱怨 他们已经足够幸运 明朝是历史上赏赐 最为丰厚的朝代 一直坚持舶来后往原则 即使他的国力 可能是中原王朝当中 最薄弱的 如果在汉朝 南戈藏等人 根本没有资格朝贡 少数被承认的地区首领 进京后也只有少量的馈赠 主要是册封封号为主 至于盛世唐朝 鸡弥是对外政策的核心 手段多是颁发封号 严格意义上 明朝才是第一次建立了 完备的中华朝贡体系 它是独特的政治 军事 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由以赏赐封后 灭是平等交易原则著称 什么是朝贡呢 朝贡又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呢 宽泛意义上 许多地区都出现过朝贡关系 古波斯帝国的周边国家 周期性的对其进贡 雅典也从提洛同盟当中纳贡 古罗马帝国 阿兹特克帝国都有过类似的纳贡现象 这种朝贡形式比较简单 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财物或表示尊崇 以结盟或避免交战 但没有任何朝贡行为比中国的更久远 更复杂 事实上 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制度化的朝贡体系 与之相比 欧洲美洲等地区的朝贡行为 不过是体系的雏形 不过中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立了完备的制度 虽然东亚东南亚国家 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 但并不是产生政治关联 就可以看作产生朝贡体系 既不是条约关系 也不是平等的贸易 更不是征服殖民 朝贡体系是另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强烈天下观念下的等级制政治秩序 事实上 真正制度化的朝贡体系 在唐后期宋朝才形成 宋代以来 与中原王朝对峙的他族政权一直存在 如匈奴 吐蕃 中原王朝的文化性格 群体心态 远没有之后的轻松膨胀 周边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心态 也并非敬仰膜拜 这一时段里 中原王朝的性格更近似于扩张与征伐 商周的基伏 汉朝的册封 唐朝之前的基迷 都属于战争的善后配套所示 远不如后世的制度完备稳定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天下中心观念 到了宋代 中原文化趋于稳定和内敛 文化和经济优势已然确立 朝共体系开始制度化 不过军事上常常处于劣势 影响了宋朝的野心 回赐金额远不如明朝和清朝 宋代开始的制度化 包括规定朝共国家的等级 礼仪规范 朝共间隔 人数 入境流程等 并动员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 保证入境接待 境内陪同 出境护送 根据威胁的强弱厉害关系地域的远近等 宋朝将朝共国 划分了几个不同的等级 制定不同的接待规格 希望以此实现部分政治军事贸易 名列最高等级的 在北宋是最大的敌国 契丹 也就是辽 之后是金 最后是铸链 蒲端等强国的蜀国 北宋政府将封后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 拉拢回胡 吐蕃等部族 与之结成军事联盟 分化 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 但是呢 效果有限 对于朝共国 宋朝的赠予形式 包括回赐 别赐 特赐 和加赐 四种形式 以回赐为主 由朝廷指定的商人对贡品固定价值后 按价值高低做出的赏赐 一般来说 折后回赐价格 均略高于贡品实际价值 贡品的价值因此十分的关键 为此 宋朝专门出台规定 保障朝共国的利益 禁止以孝敬官员的名义 压低贡品估价 发现估值偏低 很快重估 回赐物品 不得以次充好 那么 宋朝为这些回赐 究竟花了多少钱呢 具体的数额很难统计 但总体上支出高于收入 利用朝共机会赚取回赐 开始成为小国稳定的创收机会 明朝建立 是中国朝共体系的重要节点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压抑的贸易需求 开始从朝共体系找缺口 文化自尊心 前所未有的强烈 形成了天朝上国的心态 从朱元璋开始 赏赐政策就非常的畸形 来者折授官 不来后往 一批使臣因此受封 带走大量的财物 同时 宗教人士朝共开始增多 名称祖朱棣 先后分封了三大法王 五大教王等宗教首领 有三次派遣和黄 逃民卫所官员为朵干 无资藏帕 墓竹八产画王等 修整异道 为朝共者无偿提供 时速车辆护送人员 僧俗首领朝共往返 前所未有的便捷安全 一般来说 藏区所带贡品 都是舍利 佛像 普鲁 铁礼麻 苏油 朝廷回赠则为茶叶 绸缎 棉麻织品 另有金银纸纱等 对僧人还赠予 袈裟 帽靴 赏物的数量和质量 都远远超贡品数倍 这给了朝共者非常大的刺激 回赠的物品 远比贡品值钱 宣德正统 也就是1426至1449年间 藏区使团每年不过三四十人 景泰 也就是1450至1456年间 增至数百人 到了天顺 也就是1457至1464年间 直线上升到2000到3000人 明朝皇帝当然会算经济账 县宗就做过规定 凡朝共者 必须三年才能来一次 根据级别限定人数 最多不得超过150人 统一降低赏赐额度 每次都要前印标记时间 但根本政策没有变化 舶来后往 限定措施 也就无法达到省钱的效果 这其中甚至还有骗赏者 汉藏交界处会翻话的汉人 也会装扮成藏区的僧人 去京城朝共 往往所得不菲 不得已 朝廷只得在四川陕西等地 设立官员拦截 劝阻无法分辨的朝共者回家 名额有限 明年再来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成化八年 也就是1472年 仅川甘藏区朝共人数 还是达到了4200人 赏彩段8542表里 升捐8524匹 沙 298300定 因为藩邦进贡 中原前后收藏了十多万金佛谷 八千多颗佛牙 舍利子无数 除了对蒙古藏区的赏赐 明王朝还要应对 东亚 东南亚 南亚的朝共者 最为独特的当属日本 与朝鲜 越南 缅甸等朝共 并册封的宗主关系不同 中日朝共 更像是畸形的贸易 一旦贸易不畅 便动用武力 倭寇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甚至还因为争共 发生了战争 加经二年 也就是1523年的6月 由于对两拨日本共使的招待不公 被怠慢的一方 愤怒地将另一个日本使臣杀害 并进攻浙江 明朝一位都指挥战死 史称争共之一 从此明朝裁车浙江福建 管理海上贸易的士伯斯 紧留广州一处 此后 日本与中国的朝共关系结束 到了清朝 朝共体系开始示威 清朝大体沿用了明朝的朝共体系 并用礼藩院和礼部 分别管理对内外的朝共关系 与慷慨但含混的明朝制度相比 清朝的入共规则 则非常的明确 如朝鲜需一年一共 琉球两年一共 安南三年一共 此为正共 也称常共 所纳共物的种类数量 皆有具体的规定 所以 清朝初期对朝共支出控制的较好 但随着国力强盛 以及天朝心态占据上风 前代后往搏来的传统被继承了 虽然从绝对数量来看 赏似逊于明朝 但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朝共经济圈 康熙24年 也就是1685年下令 官所赐 琉球等外国恩机之物 慎博 于后往搏来之道 尚未允邪 着内阁会同礼部 查颁赐外国之力 着量增益所赏遗物 确议俱奏 此后 主要是通过加次和特次两个渠道 对朝共者的赏赐增多 这是雍正乾隆年间 朝共国数量及朝共次数有所增加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 朝共制度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一些务实的官员很早就发表过 对他的批评 南宋的马端林 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过朝鲜使臣 按高黎之臣势中朝野 盖域穆华峰 而历遂刺耳 胡顺志也认为高黎人贪历 唯欲数之 明史中也提到了朝共者的巨额开销 企图交错于道 外扰于游船 内耗大观 公私骚染 地不续也 然智者 尤其浅还 乃宣宗使 则久留经师 耗费一身 于记灯的典故记文中 更加直白地记录到 西域使客多是古湖 甲敬贡之名 借有私之利 以赢其私 以赐胡人牧利 往来道路 共无虚悦 但这些内部的批评 并不能影响天朝的旧制 1793年 英史乔治马格尔尼使团到访 提出互派使节 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 第一次让中国接触到条约体系 乾隆帝拒绝了所有的请求 仅仅按旧制赏赐财物 准其回国 但半个世纪后 清朝不得不签订一个又一个条约 中国被迫纳入以条约为基础的 世界外交体系 朝共体系成为历史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这里是大小工会 我是银维 我们下期再见